花蓮縣立委參選人傅崑琦 在太太花蓮縣長徐鎮偉的陪同之下 寂靜眾多支持者的人海登記參選立委 喊話要把貪官污吏全部抓去關 傅崑琦 洞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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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花蓮縣立委傅崑琦23號上午在眾多支持者 揮舞國旗懷護正中寂靜人海前往登記參選立委 過程中還不忘與民眾有其莫小笑的災難 花蓮縣副議長等等的國民代表 全部排成兩排集長歡迎傅崑琦入場 現場是轟聲雷動 氣勢磅礡 除了接受支持者迎接這麼重要的場合 老婆花蓮縣長徐鎮偉 當然也要陪同拉抬傅崑琦氣勢 傅崑琦也在眾人瞩目之下 陳光登記參選成為支持者的視野 就弄批中央政府貪污腐敗 傅崑琦再次代表國民黨參選立委 一路可說是相當不簡單 二零二零年他就以無黨籍的身份 在撒哈都的情況下 還是以四十五點九七%的得票率 贏過蕭美琦 還有國民黨的黃啟家 勝選花人縣立委 二零二四尋求連任 就見傅崑琦能不能順利連任 今天就看花蓮人怎麼選 最久中央報導